白色药盒装的思美妥又叫做医危菌素 这款在台湾有药症并且已经使用的药物 近期登上美国治疗学杂志期刊 专家指出全球应该立即使用医危菌素 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 北市关渡医院前院长陈昌明也提出观察 医危菌素在多国都有成功抑制新冠病毒的案例 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及其他个案发生率是非常快速的减少 而相对没有投药地区的疫情持续扩散 除了巴西秘鲁 陈昌明表示 印度在疫情大爆发后 多个邦也大规模使用医危菌素 用药的得理感染个案锐减九成 虽然美国欧盟和WHO都还没有核准医危菌素 用于预防和治疗新冠肺炎 但在台湾本土疫情升温 疫苗短缺的情况下 陈昌明向政府喊话 应该尽速推动临床试验 和召开专家会议 评估因为迅速的疗效 目前台湾对抗新冠病毒用药 是经过国际临床试验 有效的瑞德西韦和类固醇 和欧美各国用药一样 随着各国专家对新冠病毒研究越来越多 各界也期待 更多救命的新药出现 从狡猾多变的病毒手中 抢回保护生命 TVBS新闻 谢谢欣欣 李敏珍台北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 国内大小事